纯台湾各地方法院的官房 还有书记官的印章 甚至各县市政府的梅花纲印 就是这些以假乱真的证件 让歹徒轻易的在农历年期间 用这些东西假冒地主 诈领原中港军方 征定补偿金 从地方法院领走1亿600多万 震惊社会 在追查四个月后 警方好不容易在歹徒家门前 收网抓人 小罗罗一脸惊慌 另一个蹲在旁边 上班族打扮的就是主嫌张伟明 他是伪造政界的主师爷 自己就有好几张身份证 逃避警方查气 连法官都会被骗 当时高雄地方法院的一些职业 可能就是从肉眼上 没办法去辨识 所以很容易就 等于说让他得逞了 但是被盗领的1亿600万 目前只追回3000万 警方还锁定一名退休刑警涉案 现在要查 这个集团到底还犯下多少重大诈骗案 华尔街尔潘杰荣浩北高雄报道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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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